喂,鎖住了,糟糕 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大家收看《鬼那么好睡》 《鬼那么好睡》,顾名思义 我会带大家去一个恐怖晚鬼的地方 睡一晚,住一晚 睡觉是人体能量最低点 亦是最无防备,最放松 亦都最容易令到一些灵界朋友入侵 人体身体的时候 所以我选了一个荒废恐怖晚鬼的地方 这里就是九龙塘其中一个时钟酒店 其实这里也荒废了一段时间 而附近亦都有一些鬼怪、灵异传闻 在开始之前非常希望大家可以 赞、分享、订阅 最重要最重要的记得 订阅Facebook和IG 你们每个支持者都是我们拍片的最大动力 所以说,频道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很兴幸今次ShirpShark 金主爸爸再次支持我 大家都知道 全球最有名的VPN一定是ShirpShark 我马高说的 通过关后 大家是否经常出去旅行呢 但你们又知不知道 很多酒店和公共设施的WiFi 都是没有安全保护的 听起来真的很危险 对吧 但不要紧 Shirp就可以帮你全方位 保障你的个人私隐 以及网络安全 重点的是 你去到外地 想各类型的网站一定会受到限制 只要你连接了其他国家的VPN伺服器的话 可以对该的网站进行解封 只要现在点击下方欄 或者输入我的泡沫曲 ingMarco 购买的话 除了特别的优惠之外 还额外赠送三个月 另外还有30日的退款保证 还不快下转 那这球附近有什么灵异传物 首先第一个 在这里附近有一个神秘的三角公园 那里在晚上的时候 很多人 大部份的居民都见到那里有阿伯出现 而这个阿伯多数都是不理睬人 不会出声 但最奇怪的是 如果你真的想见他的话 其实来到这个公园 你未必会见到他 因为大部份人见到他的话 其实这个阿伯是出现在这个公园的树上 很奇怪 最恐怖的也不是这件事 话说有一天有一对男女的学生 而女学生 他就在这个九龙堂附近的学校那里读书 刚好他们两个一起放学 那男孩跟上去 当时晚上九点多 那天突然之间下大雨 这对男女的学生 当然是找附近的艇去避雨 看到这里有个公园 那他们进了这个凉亭被雨 最奇怪的是 他们在凉亭被避雨的期间 突然之间 外面的公园多了一班的阿伯 而最恐怖的也不是这个 最恐怖的 这一班阿伯 他们个个都是一模一样样的 之后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凉亭 這是其中一個這裡的鬧鬼傳聞 另外第二個鬧鬼傳聞 據說這裡很久以前 有一間大宅 那家人一家四後 他們都住了差不多幾十年 當時這一家四後 住了一些兒子女女 搬出來之後 這一家四後 他們的兩夫妻 他們都繼續住在這裡 直至死為止 然後有新的屋主 接手買了這裡 但很奇怪的是 衛生業主 其實他在搬進來之前 其實他已經做了一場法事 但也很不幸 不知為何 進來都仍然有一些鬧鬼 遇到一些靈異事件 最奇怪的是 他遇到靈異事件 並非聽到一些怪聲 又不是電視機 無故著了 而是真的看到 有一對夫婦的靈體 實體 在面前出現 所以之後他就搬走了 以及他將這個大宅 改建成為一個寺廟 我們現在準備開始 進來探索 這個時鐘酒店 進來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 左邊一棟 右邊 有一棟 我想那個單位 挺大 挺多的房間 進去看看 先看看 OK 好 這裏 應該不是正門 其中一個 進來 非常覺促 先看看路 因為它有很多 很多分岔路 這間房 我知道了 這裏應該是正門位置 看看 嘩 102號房 我想這裏 安裝了一些 長板 應該是放一些電視 不太貴 不想看到的東西 這是甚麼 這裏 是眉筋的 看看櫃 最怕的櫃 放了一些 特別的東西 在這裏 很暗 因為這些木 比較暗色 沉色 所以整個房子 都比較陰暗 冷氣 都是一樣斷了 這裏 一個荒廢的地方 房子都非常乾淨 對了 這個是 我來的 那我們就先出正門那邊 沒有房間名字 看看開門有甚麼 嘩 這裡很矮焗 我知道了 這裏應該是當時的職員房 或者是辦事柱 我想 我猜中 當時停留在 3.9 大家看不看 先看一看 這裏還有一些 酒樓的東西 可以喊 看看這裏會不會有 相關 重要資料 可以看到這裏是何時荒廢的 這裏是 2021年出版的 喔 會不會是2021年 先荒廢 不知道 這裏有份資料 其實寫著2018年 可能2018年 或2021年 這裏就荒廢了 正門位置 正門位置 這裏是 Reception 好 我們看看 這裏是101號房 有甚麼呢 都是很多水 廁所 這個房間就開始有 浴缸 讓我想起上次在灣仔 睡了一晚的其中一間 那個時鐘酒店 應該是這間房 可能是VIP 或是大房才擁有 光晶 即是桑拿房 可以說 好 我們應該 先出去看看 好 先看看 爽了 好 鎖住了是不是 好 嚇死 我多怕鎖住了 還不敢 好 那我們現在 走回樓梯 103 這些 會不會這些才是 VIP房 這個真誇張 讓我看看 剛才有一個大桿 這裏有一塊 大鏡 之後呢 重點是這裏還有一個 間隔 前面 重點 很大的 圓形 床 這裏還有一個鏡 我不知道鏡身 這些鏡身 這麼大塊 會不會容易吸引 靈界朋友 如果一些高齡人士看到 麻煩你們在 留言 下面留意 鏡子 和靈界朋友 即是接觸的渠道之一 103 103 這裏還 嚇死 因為我看到一塊大鏡很誇張 但剛才差一點給這個 有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被風吹到 剛才打算撐住門 不然它自己 傻了門 現在上樓上看 2樓 看看 因為它有 兩邊的通道 這邊 右邊 這次2樓 我嘗試在這裏 用EMF 去感應一下 我想問這裏有沒有 靈界朋友在這裏 如果你們在這裏 麻煩可不可以指引 你們在哪裏 你或者 都可以觸碰一下 EMF 喂 這是什麼聲音 喔 我知道了 水滴聲 難怪 看到這攤 這麼恐怖 以為是 魔術來的 原來是滴水 滲水 有沒有靈界朋友在這裏 但這些水龍頭都拆掉了 暫時沒有反應 櫃子 我先看看有沒有東西 等一下 因為櫃子 其實最重要的是 會不會放一些 聖經 聖經在裏面 如果有的話 可能這房間 這裏是有點容易的 暫時 沒有發現 有沒有靈界的朋友在這裏 很奇怪 喔 很可憐 這麼奇怪 也是很誇張 很誇張 還有一個洗澡 浴缸 座廁 我看過一些東西 我看過一些東西 嘩 噗噗噗 噗噗 噗噗噗 用過的噗噗也還在 它已經是 煤了 應該用過吧 已經發黃了 來到這裏 我們開始用一種火柴 摸一摸 B1 好看 這房間很漂亮 OK 哎 這個火柴在 動一下動一下 讓一下 又消失了 還是我門口這邊有沒有 鏡身呢 因為如果照到我 正常應該會有出火柴 我的火柴就不需要理會了 我們看看這邊 廁所 哎 什麼事 哪裏 這裡 哎 這裡啊 花灑 這裡位置 看看這裡 座廁也有 這個走廊 這裡有沒有靈界朋友在這裡 如果你們在這裡 假不介意 可能出來現身 或者給我一些反應 B7 B7呢 看看 床 就已經弄成這樣 先看看 這個抽氣扇 正常都會動的 因為外面可能有風 在外面 再想留場點是甚麼來的 原來天台 這個三個位置都有 應該是房 這個是職員房 職員應該是換三個位置 不過應該是 已經 應該是鎖了 不過就算不鎖了也好 裡面的東西應該是清空了 C1 這裡 這些是小房 可能這些是後備房 好 各位現在準備睡覺 現在我選了一間 比較大間 豪華的房間 這間房間 剛才其實 火柴人的時候 去嘗試探測 都覺得是有些東西的 另外呢 這裡又設置了一個 Rampot 這裡就是 一些的 溪錢 和金銀 其實我現在設置了 三支 包括頭這一支 走廊 亦有一支 這邊的 另外 我這裡 角落頭位置 都還有一支 GoPro 所以總共有三個畫面 給大家看 這裡也設置了一個 鬧鐘 現在時間是2點22分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我設置了一支攝影機 其實這支攝影機 可以看到 這裡對出 走廊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位置 好 現在開始睡覺 有種 只要坐牌 有種 可以看到 貍情機 與他可 有種 有種 有 有種 有什麼聲音 外面有一點聲音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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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是否有靈界朋友在這裏? 暫時沒有發現,先回去 撥一下 好,終於睡醒了 整晚整體感覺方面我覺得 有部份的時間都經常聽到好像走廊有點怪 其實我的中途,我不記得幾點,好像是3點多左右 我記得是在這裏鏡出去看一看走廊範圍 看看會不會有些東西走來走去 或是有些老船 類似地上好像有些腳步的聲音走上來 有些東西在移動中 我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整晚我不知道3支鏡頭會不會錄到東西 希望都可以錄到一些靈異現象給大家 好了,今集到此為止 喜歡朋友的like,share,subscribe 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些聲音隨時通知你們 記得訪問我Facebook和IG 下集再見,bye bye